最高的情商是懂得与自己的相处 我与别人相处得很好 为什么还是不快乐 后台有朋友这样问熊爷 也有一些朋友问 应该如何与别人相处 与这个世界相处 这些问题让熊爷想到一本书的封底上的一句很有趣的话 你每天在外八面玲珑 左右逢源 你情商破表 但你不懂如何与自己相处 正如这句话所说 我们常常都在考虑如何与别人相处得更好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学会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 在熊爷看来 想学会如何与世界相处 或是想要获得真正的快乐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和一个人相处 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熊爷想把这本 教人如何与自己相处的书分享给大家 这本书叫 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 作者呢 正是熊爷 很喜爱 之前也介绍过挺多次的 数百万青年的生活导师 松普弥太郎 在书中 松普大叔说 我们有两件不能不去爱的事 就是我们的不安与寂寞 而在熊爷看来 学会去爱我们的不安与寂寞 也就是学会与各种 由不安和寂寞衍生出来的情绪相处 如对未来感到不安 害怕疾病等 我们不应该否定这样的自己 而应该找到 与各种各样的自己相处的方式 今天熊爷就分享书中介绍的 五个不同的自己 希望大家都能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 与需要别人肯定的自己相处 我都那么努力了 却还是受不到肯定 在工作中 当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却得不到肯定和赞美时 或是觉得自己做的事 根本没人在意时 心中那个希望被肯定的自己 就会出现 让自己挫败 甚至产生想放弃的心理 为此 松普大叔说 如果你希望别人认同你的工作表现 你必须做出实际 尽管严苛 但这就是职场的游戏规则 你要想的是 我能为这家公司做什么 而不是我比别人都努力 凭什么 还得不到认可 但是 这是否代表 你就不受公司的认可呢 其实 希望别人肯定你这个人 和希望在工作上受到肯定 这是两码事 因为 公司不会聘用他们不认可的员工 你在选这家公司的同时 就代表你已经受到认可了呀 松普大叔告诉我们 心中抱持着 如果公司不肯定你 你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的想法 自己 想必就能得到安抚 另外 当那个 想受到肯定的自己出现时 不妨 问问自己 你是否 有赏识的人呢 如果无法 立刻说出几个 自己赏识的人的名字 就先从肯定别人做起吧 因为 一个无法肯定别人的人 是不会 受到别人的肯定的 熊爷觉得 我们不可能 时时刻刻 受到别人的肯定 连神 都有被抱怨不灵的时候 更何况是人呢 所以 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 建立你的人际关系 才是正经事 与想逃避痛苦的自己相处 好痛苦 感觉 坚持不下去了 在工作和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痛苦 业绩提高 难以实现的痛苦 棘手的问题 难以解决的痛苦 戒烟的痛苦 减肥的痛苦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 平静期 对于这些痛苦 我们常常想避开困难 而顺利通过眼前的路 于是 我们可能会选择放弃 不如不做了吧 不如不戒了吧 不如不减了吧 松浦大叔 却提醒我们 感觉到痛苦和吃力 正是我们正在成长 正在前进地证明 如果我们 一点都感觉不到痛苦 反而是在原地踏步 并没有得到成长 就像健身那样 那些承受痛苦的部位 正是因为承受了痛苦 才变得更加强壮 所以 当那个想逃避痛苦的自己 再次出现时 不妨试着说出这句咒语 正因为 你有能力跨越 这个考验 才会降临 困难 就是用来被克服的 那些杀不死你的 终将会使你更强大 除此之外 熊爷觉得 只有尝过痛苦和辛劳的滋味 才能知道自己 和其他人的弱点 也就更能体谅身边的人 原来 戒烟是如此折磨人的事啊 原来 想要世界成功 需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与害怕贫穷的自己相处 我讨厌自己这么穷 会说这句话的 害怕贫穷的自己 只是没有弄清一个问题 何为贫穷 贫穷与否 并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财富 能否买得起房 能否一言不合 买买买决定的 而是由自己 是否满足 来决定的 松普大叔说 一味向外 寻求物贫穷的满足 那无论如何 都是贫穷的 因为无论 我们拥有多少钱 处在多么得天独厚的环境中 我们也不会满足 如果我们 只是想比别人 拥有更多东西 欲望 只会无穷无尽 金钱 金钱这种东西 就像是非常难以驾驭的交通工具 要使用巨额的钱款 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 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 有钱没钱 并不能决定 一个人的幸福 而且 对于金钱来说 有效利用 比一味索取 更加重要 有些人 身居陋势 却可以用 有限的条件 营造出 温馨的家 而另一些人 却可以把大别墅 筑成 冰冷的空壳 熊爷觉得 比起物质的贫穷 精神的贫瘠 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 每天 就着一抹灯光 一杯白开水 读书的我们 何其满足 何其富有 与在意外表的自己相处 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好慈悲 每当这个 在意外表的自己 对自己 窃窃私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松浦大叔说 别人 并没有你以为的 那么在意你 世界上 在意你长相的人 是你自己 因长相 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是整容 所无法移除的 只有自己的内心 承认自己 爱自己 才能获得自信 和快乐 仔细想想 我们还常常 让自己的长相 背黑锅 让自己的长相 成为万能借口 因为我长这样 所以我才不幸福 如果我才美一点 我一定能遇上 更多好事 然而 外表好看 虽然能给人 带来良好的第一印象 也不否认 在某些时候 长得好看 会成为一种优势 但 这绝不会 成为我们人生 是否幸福的 决定因素 松浦大叔告诉我们 人 并不需要 为自己的长相负责 我们唯一能做好的 就是顾好自己的 言行举止 生活方式 让自己穿着整洁 干净 熊也觉得 美人中的邋遢鬼 依然惹人厌 长相平凡 却清清爽爽 依然能活得漂亮 与对未来 感到不安的自己相处 我的将来 该何去何从呢 时不时的 心中那个 对未来担心的自己 总会跳出来 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 与这个自己相处呢 松浦大叔说 对未来的不安 是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放任不管 不安会渐渐膨胀 一旦生出 我已经走投无路 无计可施的念头 可能会悲观消极 一蹶不振 为此 他告诉我们 应该把精神 集中在 现在这一刻 只去看那些 此时此刻 在眼前发生的事 只处理眼前的问题 因为 假如 你已经预测到未来 可能会发生 那样的情况 在事情发生之前 何不把 那些预想 都忘掉呢 事实上 那个对未来 不安的自己 往往是 和想逃避 眼前似的自己 长双出现的 就像不想写作业的小孩 会想 现在做这些作业 长大以后又没用 做来干嘛呢 想要提分手的人 会想 和这个人交往 看不见未来 我再去找 其他对象吧 发现没 这些不安 只是逃避现实的借口 所以 等那个 对未来不安的自己 再次出现时 请告诉他 一件件的 用心处理好 眼前发生的事 这才是 你该做的事 毕竟 事实 岂能 尽如人意 但求 我快于心 熊爷觉得 每个人 都有不安 和寂寞的时候 正如松浦大叔所说 恐怕这世上 大部分的人 都和你一样 有颗软弱的心 大家都揣着 自己心中的 不安和寂寞 如果你能够承认 自己心中的 不安和寂寞 并且拥抱他 真爱他 你便 能去爱 其他同样 怀抱不安 和寂寞的人 所以 想要 与别人好好相处 就从 善待自己的 各种情绪开始吧 不要逃避 凝视 自己的内心 当我们学会 与真实的 与真实的 自己相处 对话 也就学会了 与各种人相处 因为 其实 大家都一样 理解自己 也就 理解了别人 理解了别人 也就能看到 真实的 真实的自己 君 与真实的